在下瓶炭 下瓶炭年代 我们今天下瓶炭3月18号 这个将近200名的 这一个学生团体攻占了立法院 那到今天为止 这个已经第三天了 实际上过去观众朋友 如果有印象的话 学医世代最有名的是 野百合相关的运动 今天一早其实也有一些热心人士 在这一个学生抗疫的现场 提供什么 提供向日葵 那这个运动将来会不会被称之为 向日葵运动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最关键的历史时刻 挺身而出 是光荣的 民运人士吴尔开西挺身而出 让318学潮的议场内 顿时气氛沸腾 吴尔开西与陈维廷握手致意 英雄 席英雄 还有这首改编词 悲惨世界的 你敢有听到咱的歌 再次成为大家传唱的主题曲 从红重秋爱到反服貌 这首歌同样窜起了台湾人的心 但不止如此 我们台湾乐团也有给台湾的主题曲 来自高雄的灭火气乐团 陈维廷一直保持批判精神 是南台湾的旁客先驱 一首晚安台湾 更展现了他们的人文关怀 也成了一场内 大家的共同主题曲 三一八学潮演变至今 各种主题歌曲不断推陈出新 就是要把台湾民众的心声 大声唱出来 国内中心这种难报道 好 董好 我刚刚讲到 学运的世代 其实台湾社会20年后再度起来 那这一个过去 大家有印象的是野百合的运动 那今天早上 其实有人在分送向日葵的花朵 那有人象征 这是一个向日葵的运动 那我们回头来看 台湾社会对于服貌 会有完全不同的声音 有极度赞成 有极度反对的 就是说 整个服务贸易协议签订 两岸绑在一起之后 台湾将来 有没有国安的疑虑 或者有没有主权的疑虑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福毛应该为什么要扯国安 我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不好意思 你结完婚之后 然后这个赔嫁之后 那当然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我给大家讲 是这样子 哈利波特这本书大家都知道 对 哈利波特人也要去 是外国的著作 所以台湾人也要去发行 哈利波特人要去买版权 反而哈利波特版权是台湾本土的出版社 那时候买几百万就有了 去年 去年类似这样子的书 比如说春上春树的书 在台湾很好热卖 所以你知道春上春树的书 分两种版本 一个叫做繁体版 一个叫解体版 台湾买 我们当然就买繁体版 因为你不可能在大陆去发春上春树的书 所以美院上 那个解体版大陆版是什么 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 大陆的出版业者 或者透过合资 台湾合资的业者 就去买春上春树的版权 新出版权 起跳价一千万 起跳价一千万 本土的出版业 你要不要跟进 只好跟了 那跟了以后呢 对方要不要再加价 好 那你买到了 买到了这个版权呢 你在台湾出繁体版 那你的繁体版要怎么办呢 对 只好廉价卖 你知道吗 开放 开放好像是正大光明的 可是你知道 开放其实是一个罗马竞技场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适者生存是什么 当大陆崛起的时候 那个壁股很大 我在打个操 比方说便利商店 Seven是全台湾最赚钱的便利商店 全家是第二名 那其实莱尔富的生意就差很多了 对 那福克多现在很难看到了 福克多也曾经要玩连锁的便利商店 但它慢了 但是而且它亏损很多年 而且它业绩差很多 但是呢 全台湾几万间的甘马竞不见了 就即便是连锁事业 即便是中国大陆企业来 也不是各个都会是赢家 对 您关 好 那我再回到原来你问我的问题 那福报跟国安有什么关系 对 我刚才讲的是村上春树 有一天 你在开放的前提之下 你在没有保护机制之下 你的开放会决定什么 大陆的企业 大陆的出版社 或者大陆跟台湾合资的出版社 它会决定 台湾人可以看哪些什么书 为什么 那个版权会被买走 对 你没办法决定 你到了书店 你在网络上 你要买什么 也许有些书是不会有的 对 所以这个阿宅 我们回头来讲 就是说 服务贸易协定 因为它牵扯到庞大的服务业 而且这个庞大的服务业里头 绝大多数 中国大陆因为庞大的市场 它现在各个服务业里头的规模 都非常的大 对 我不断地举淘宝跟雅虎拍卖为例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每次在中国大陆的族裕 那个都像皇宫一样 中国大陆那个洗脚的族裕 现在吃喝玩乐 打麻将 看电力 24小时你可以玩 而且常常都是金碧辉煌的大饭店 大皇宫 你可以里头一堆房间一堆弄 那台湾社会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什么六星锦族裕 那一些如果要跟 我刚刚形容的这样洗脚的规模比 其实也比不上 我想大家如果常常去按摩的话 发现有一些技师 根本就已经是大陆人 对 我们不知道他是大陆新娘 还是喝吧来台打工的 我觉得服务协定 应该我们认真讨论 持平地讲 有些所谓对台湾的侵害 或者是恐惧 是过度夸大的 对 比如说相关的移民 移民其实一直都有 我们一直开放港澳移民 那服务协定是不是有助于 他们移民过来 这件事情请大家认真讨论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服务业进来了 他会不会他的薪资就被拉到 一万六 一万七以下 如果政府做好稽查了 那规定大陆企业来这边 还是要用我们最近薪资一万九 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知道很多人都说这个这群抗争学员是报名啊 那但是我讲是难道现在在台湾抗争的时候 我们要着整齐服装成两路重队 大家一路敬礼 然后脸上都要化好妆 不准穿假脚偷去抗议吗 不是嘛 因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张庆忠在委员会里面 用三十秒宣布 胡茂已经通过被查的时候 请问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民主手段 可以阻止他这样做 而我讲的难听一点 一个建筑物如果失去了民意的代表性 它不叫立法院院会 它叫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 请问一个建筑物里面所做的流程 违反了民主流程跟民主程序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受到羞辱 为什么这是民主之旗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当张庆忠这样宣布的时候 当他没有接受到真正民意的托付的时候 那个叫做民主之旗 而我最后讲一句话 我觉得中华民国总统真的太夸张了 发生这么重大的危机 甚至已经上到宪政层次 全世界没有多少个立法院院会大会 一楼那个地方被人家占领的时候 我国总统不知道在干嘛 你知道总统府里面现在是装鬼 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要嘛宣布说好我们要保护学生 要嘛说我们依照民主体制 我们依照法律流程 但他什么都没有讲 他本人什么都没有讲的时候 这总统到底在做什么 他的立场是什么 身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 我实在不能够理解 请问总统在这个时间点 他在国内 他每天还照常起居 现在还接见着学者 但他一句话都不说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光源大哥你怎么看 其实 关于很多国安的服贸 国安的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稀旧的话 里面真的是很多是跟 例如说桥梁这种工程 然后例如说跟资讯 这种都有关系的 这东西如果我不好好审 如果以后在中国的资本里面 竟然是有包括 因为大家中国你知道 中国资本都是国家资本 对 你知道是跟党有关系的 是跟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政府 机关有关系的 到他们的资本进来 管我们这些公共工程 还管我们这些资讯的东西 你说那个时候会有多恐怖 像这次的内政部的东西 当然这内政部的东西 这就关于这个户籍的东西 到最后那只是包给他们 去做而已 就出了个包 可是我会觉得 今天如果很多政府的 这样子的这种工程 或者是政治民间 一些比较攸关于 这个国际民生的工程 如果动辄都是那边在可以来 就是说你在里面做手脚 或者在里面干嘛的话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我们不是说反对福茂 我们是反对这种没有 就是说完全是说 整个东西OK 谈好了就全部给你的 我们这种东西不能 大家一定要坐下来 好好的谈 好好的看 看看猪条这样 看下去 我想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说福茂 早就已经有了的话 我们来看看现在台湾高铁 台湾高铁所有的车厢 我们是跟日本买的 但不是日本做的 日本是到长沙重工 委托长沙重工做的 这个很多财商都知道 日本就转一个手 就赚了我们很多钱走了 他们不就把关而已吗 我们能够自己不能把关吗 这就给日本人赚了一大手去 另外也不要把什么都想成国家资本 大陆的国家资本没那么糊涂 说也会参加这个美容美法院过来 最后我讲一点 当年的A百合是什么情形 那是21年前的事情 是啊 其实A百合就跟李登辉在策动学生 来反对好博尊有关系 李登辉可以到 到让你去接见学生 未见学生嘛 今天不是啊 今天是学生公在立法院 苗九是支持你马英九啊 你马英九的无能嘛 搞成台湾这样嘛 讲句老实话 激压很多 对学生你也不要太过苛责 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马英九怎么收藏 你怎么给大家一个交代 一个国家让你这样搞 他还不下台呢 所以我认为学生真有种的话 应该是攻占总统武裁队 不是攻占立法院 攻占总统武还有正当性 攻占立法院丢脸 所以你是赞成这对学生 攻占总统武裁队 当然是这样 那难怪总统武先前要加强为安 难怪他前面那个凯达格安大到现在 攻占总统武有正当性 因为他已经不到百分之九了 还属皮赖在那里 讲句实话 我对马英九是完全没有信息 好事都被他弄成坏事了 你没看看去年911 要搞王金平搞成这样 好事都被他弄成坏事了 所以说讲句实话 今天实时上真正的问题的增结 我说台湾的国安问题的核心 就是马英九本人 真的台湾最严重的国安问题是马总统 当然今天那个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学生 去霸占立法院 那当然是执政党要乎最大的责任 就说你不管说这个胡锚 就说如同如同说 哎呀 这野党讲得那么坏 或是知道怎么跑 就第一个就是沟通 没有沟通跑 而且有错误的形式 就像那天你在立法院里面 那当然是民进党扶楼 也当民党有个借 platforms 他们有一个钱 然后算一个y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